《梅勒的作品》 《梅勒本身则是他的一个神》 甚至可以说 没有米勒就不会有艺术家梵高 他唤醒了梵高开始画画 也许是画底层的人 让梵高感同身受吧 就比如这一幅 所以梵高也描绘了很多 底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机会 给人一种压抑 悲惨的一个视觉感受 这点跟梵高的贫苦出身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他在开始绘画创作之前 曾当过学徒 也曾做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牧师 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 接触到底层社会的一个生活状况 梵高的创作题材十分的借地起 底层的人民的疾苦和田野的自然风光 是梵高画作中两个常见的一个主题 对于梵高来说 只有这些看似卑微的场景和自然的风景 才是最能接近自己精神家园的一个创作题材 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好坏 另外这个要结合创作者创作的时候的一个时代背景和心态 吃土豆的人这是梵高在1885年画的 距离他决定开始绘画已经五年了 整个画面其实都传有浓重的黑色为背景 在这幅画里你还是能感受到 我前面所说的画面的一种情绪 弥漫画面是锄头上的灰尘的一些颜色 沾染的颜料和笔更像是劳动者的一个工具 画面看起来就像是被挖过铲过 而不是被画笔画过 之后的一年1886年 梵高来到了巴黎 当时莫奈亚、马奈亚、毕沙罗等 在那时也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吧 也可以说是受到了世人的一个追捧 梵高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莫奈等印象派的一些画家 他就开始努力的模仿印象派在蓝色、橙色、红色、绿色 或者是黄色、紫色等对比色彩中的运用 受到了其他大师的启发和熏陶 在此之后 梵高的画就开始出现了明媚的一个颜色 因此他大多数的一些名作 都是在这人生最后的四年所画的 在巴黎 梵高还遇到了后印象派画家高庚 两人都认同用绘画传达灵魂 甚至是更深层次的一些感情 梵高曾经说过 我要做的不是描绘照相式的一种相似性 而是表达感情的一个状态 据考证 《红色的葡萄园》是梵高生前唯一一张卖出去的作品 这幅画是梵高在1888年11月所创作的 油画描绘了阿尔农夫采摘葡萄树的一个场景 梵高特意将葡萄树画上极具表现力的一个红色 希望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画出一种酒的一个醉意 令人发狂的热气腾腾 他热爱大自然也热爱生命 他不满足于只是理想性的模仿事物的一个外部形象 而要借助绘画表达艺术家主观见解的一个情感 使作品具有个性和独特的一种风格 《夜晚露天咖啡厅》创作于1888年 《夜晚露天咖啡厅》创作于1889年 《夜晚露天咖啡厅》创作于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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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尔的教堂》创作于1890年 可以看出梵高这些名作都是他人生的后纪念而创作出来的 梵高自己经常提起的一幅画作就是阿尔勒的一个卧室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卧室 简单的布置通过色彩的一种渲染 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 用鲜艳的色彩描摸了黄色的窗角 淡蓝色的墙壁和鲜红的被单 梵高曾在和弟弟的通信中表示 画这个房间可以让自己的感情得到休憩 只有绘画才能让他的心情平静 在梵高的启发下后印象主义的艺术家 只把客观事物当作表达艺术的一种理念和感情的一种媒介 在阿尔勒的时光应该是他最快乐开心的时候 他为此还画了自己这个房间给好友高庚 邀请他前来同住 然后高庚来了 两个神经病碰撞在了一起 结果就是在1888年圣诞节前夕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于是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戈尔多事件 1890年7月29日 樊高在法国的瓦兹河办 因困扰多年的精神病发作 阿自杀生亡了 虽然当时子弹没有打中心脏 但是在治疗三天后 还是离开了人世 樊高死后 从他的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写给弟弟提奥的信 上面写到了 亲爱的弟弟 谢谢你寄来贴心的信和武士法了 想写的事情本来有很多 可是我想没有用了 听说你的家人平安 那我就放心了 生活顺利 比什么都好 你过去在许多绘画上 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一个伙伴 说到我的事业 我为他豁出了我的生命 因为他我的理智已经近乎崩溃 但你不是我所知的那类商人 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这边 既然如此 你还指望什么呢 1891年1月25日 提奥在樊高死后的六个月也病逝了 1914年 提奥的遗体被安置在奥尔樊高的墓旁边 在教堂四周的麦田里 可以看见樊高兄弟两人的一个坟墓 默默的并排在大墙的一个左侧 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墓 被加塞医生在主的藤春藤所包围着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樊高在生前碌碌无为 死后却名声大噪呢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到了 其中之一呢 就是樊高具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故事性 既然是故事 那么又是谁开始去传播这个故事呢 这里呢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 就是樊高的一个弟媳 也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这个 跟樊高葬在一起提奥的妻子 乔安娜 她是一个呢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 读书时呢是班上的高材生 后来在大英博物馆呢也工作过 在中学呢教过英文 还是个女性社会主义的运动的一个创始人 她一开始呢设法安排樊高的一个画展 一面呢把樊高和提奥的信呢集结成一个书籍 据说呢十年就有六次画展 在第七次的时候呢就引起了马蒂斯等人的一个关注 从此呢西欧重要的美术馆的大门呢逐一为樊高而打开了 当然呢这个光靠一个人呢是出法去完成的 另一个推广梵高的人呢就是沃拉尔 这个沃拉尔呢她曾做过呢毕加索高跟马蒂斯 德加等人的一个经纪人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画商 她知道梵高的一个价值 于是呢也抬高了梵高的一个价值 在乔安娜和沃拉尔的推动下呢 梵高的名声和作品呢价格的不断的攀升 在乔安娜死后呢她的儿子呢去成了伯父这个满屋子的画 虽然没有卖出去几幅 这是荷兰政府呢想进入国际的艺术品的一个市场 打响这个知名度 于是呢在1973年呢荷兰政府出面呢 以6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呢买下了这些梵高所有的作品 并建立了国立梵高美术馆 政府的出面站台呢使梵高的名声呢载度扩大 这样也保证了梵高的画虽然很多 但大多数呢都常在美术馆 在市场上流通的就不多了 也间接的推动了这个价格呢不断的一个攀升 这里呢就要说到日本的这次神助攻了 梵高呢很喜欢日本的服饰会 当然呢印象派那时呢其实也都很喜欢日本的服饰会 因为日本的服饰会也推动了印象派的一个发展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慢慢讲到 他的很多画作呢都有服饰会的一个影子 既然那么喜欢我们的东西那我们也当然喜欢你了 1987年梵高的画作向日葵 以3970万美元被日本的公司收购 这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贵的一幅油画 梵高生前不出名的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的思想呢太过的超前 当时主流的审美呢还在画的像不像 结构对不对等这些方面 梵高呢没有经过正规的美术学院学习 不过以他的这种造型能力估计当时也考不上吧 所以他的思想和绘画呢不属于那个年代 属于超前的太多了 当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活的时间太短了 没有熬到自己成名就挂了 看看历史上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呢 其实都很长熟 像毕加索呀 莫奈呀 齐白石啊 这些等等等等 所以总结一句话呢 只要活得长呢 才能经历时间的考验 哎呀这个是多么痛苦的一个领悟 我们再回到这幅画 星空 夜晚的星空呢是如此的不安 螺旋的云朵呢 粗犷的笔触呢 这一切呢都按住他的情绪和困扰的一个思绪 此时的梵高呢 精神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幻觉和精神的痛苦呢一直困扰了他 也许当时的事呢无法体会到你的内心吧 就如今天你无法想象会有诸数的追捧者一样 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部讲梵高的电影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这是世界上的首部全手绘的油画电影 这里的每一个画面呢都是画家们一幅幅画出来的 以每秒12帧的速度呈现在了萤幕上 将近七年的时间里呢 15个国家的125个化石呢 纯手工绘制了65000帧油画 这才构成了这95分钟的长片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呢可以看一下 还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这集看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集看再见